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了退选交棒给贺锦丽的原因是为了拯救民主 同时讽刺川普是一名独裁者 终于向全世界交代退选原因 美国总统拜登坦言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时机到了 拜登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演说 当下第一夫人吉儿拜登 儿子孙女一家人都在旁边听着 拜登不断强调爱国保卫民主 绝口不提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疑虑 拜登演说仅短短12分钟 当下前美国总统川普是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收看 因为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到关键的北卡罗来纳州造势 川普在枪击后一度收敛选举言 不针对拜登和贺锦丽 但是在换败之后 看来又恢复以往的尖酸刻薄 帮贺锦丽取新绰号 但是分析师认为川普已经没办法再扩大基本盘 之前表态要挺川普的马斯克 也突然反悔说从没有说过每个月要捐四千五百万美元给川普 倒是马斯克最近还转发恶搞拜登等人的AI走秀影片 普清变成穿七彩礼服 还有川普和拜登化身骇客任务的AI影片 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的政治狂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是德国总理萧姿他已经正式的表态要争取连任 投入明年9月28号举行的德国国会大选 我们待会看到这是德国总理萧姿 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近来民调低迷 那么德国政府现在面对的问题 除了极端民粹政党崛起 对于俄务战争的军援问题 以及前美国总统川普很有机会再度的当选 都是相关危机 这回萧姿他表示 认为与川普打对台的民主党人应该可以获得胜选 他看好贺锦丽胜选 大赞贺锦丽是非常有能力 经验十足的政治人物 但是最后的选举结果还是要美国选民来决定 其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德国的政治人物很少直接支持外国特定的选举阵营 萧姿这一回宣布要连任 同时也做出了直白的表态 实属罕见 那么再来看看以色列总理纳坦亚固 人在美国已经是第四度的前往美国国会演说了 他是不是出现了两面手法 称赞拜登也称赞川普 似乎可能替这个未来的美选变天预作准备 但是镜头要带你来关注 在美国的国会大厦从内到外都有抗议的民众 他们是挺巴勒斯坦的 所以华府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取离人群 左右包夹示威群众喷洒胡椒水 投掷闪光弹催泪瓦斯 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街头一片混乱 示威者光着上半身坐在地上 被胡椒水波及各个表情痛哭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固再度访美 还受邀前往国会演说 面对这位迫害者 挺巴勒斯坦民众再度集结上街 跑到哥伦比亚纪念喷泉喷漆 写上哈马斯就要来了 更有人高举哈马斯旗帜 火烧纳坦亚胡头像甚至美国国旗 场外混乱场内一样热闹 纳坦亚胡才占定位就有人拉开外套 露出抗议标语 演说途中也有民主党议员 举起战争罪的牌子 至于纳坦亚胡演说 先感谢拜登再拍川普马屁 毕竟大选过后 美国谁当家还是未知数 纳坦亚胡演说两面讨好 不外乎就是希望选后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还是可以坚弱磐石 只是在没选混乱之际 纳坦亚胡这趟访美行 讨论度恐怕和西方国家 对它的支持度一样大不如前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也一起来看看三号台风 以及已经消失的四号台风巴比伦 带来的后续影响 因为现在有强劲的西南气流 再加上凯米台风是持续的往大陆前进 所以现在的雨都下载了 包括越南北部以及菲律宾 在菲律宾当地有超过64万户大停电 救援人员用绳索帮助泡水的汽车脱困 因为原本的大马路 现在已经全部泡进水里 巴比伦台风残留的云系 加上季风带的云系 交汇在越南上空 导致越南北部连日暴雨 已经造成三死五失踪 整个东亚这几天都在下大雨 凯米台风登陆台湾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记者 在台北街头连线 结果风雨大到镜头前摆成一片 连记者的长相都看不清楚 凯米台风的动向 也受到美国CNN的关注 他们的气象主播还特别介绍 台湾因为有中央山脉作为屏障 甚至让凯米台风改变了动向 CNN气象主播解释 凯米原本朝西北前进 却因为中央山脉阻挡 所以变成沿着东部海岸线往南 并且离开海岸线打转 遭受开明影响的还有菲律宾 从周二晚间开始的暴雨 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 还有60万人无家可贵的灾情 而且菲律宾到目前为止 还有64万户停电 要恢复日常生活 恐怕还得先等水退去才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极端天气带你来看看 根据于欧盟的监测 7月21号也就是几天前 是全球史上最热的一天 那么也预测了 今年下半年即将进入 反圣应时期 所以海水的温度会 越来越高越来越暖 那么台风跟飓风都会变多 先带你来看看 如果要到西班牙去玩 要注意哪些天气条件 手持小电扇猛吹 还是好热呀 西班牙知名景点 马德里皇宫外 什么卖最好 答案是冰水 西班牙今年第二波热浪来袭 气温飙上40度 当地的嘟嘟车司机 也干脆热道放弃做生意 实在热道可怕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发出最高层级的高温警戒 不止西班牙 意大利罗马也是热道游客 都想跳进许愿池消暑了 很多人是热道兴致全无 这时候反而是许愿池的地下考古区 变得很热门 全欧洲就像一个大考炉 热度超越以往 又在创高温记录 根据欧盟的欧洲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记录显示 7月21号全球地表均温达到摄氏17.09度 超越去年7月6号的摄氏17.08度的记录 高温也让北美地区犹如烈火炼狱 加州野火狂烧 虎士不断快速蔓延 山丘豪宅全都变成了火灾现场 加州格伦多拉的山火还导致有多人受困露营地 家人都快急哭了 光是在美国西岸就发生了将近70起的山林野火 而且还可能因为天干雾燥闪电就会触发更大火事 但是有学者警告 今年在北大西洋地区除了高温还要小心会有更多风暴生成 学者指出由于海水越来越暖 再加上下半年会进入反胜阴年 条件更有利于风暴发展 而在亚洲7月进入了台风季 巴比伦和凯米台风接连来袭 巴比伦台风这次是直扑大陆海南 在昌江降下了致灾性大雨 还有油罐车司机几乎灭定在滚滚泥水中获救 巴比伦和凯米台风一前一后 虽然没有出现藤原效应 但是双台生成 也让台湾大陆菲律宾日本冲绳都是高度警戒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看到事故期间最新的意外消息 这是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纳布勒斯 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意外有人丧命 首先是旧公寓的阳台坦塌造成两人死亡 那么还有工厂发生了火警 烧掉了3600坪的厂房 交给记者再展预 两位消防征员靠在二楼栏杆旁 看着一楼地面的瓦砾残骸 感觉相当的无奈 这是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纳布勒斯 当地平民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公寓 三楼阳台突然坍塌 而且连二楼的阳台也一起砸毁 这起意外造成了两人死亡 还有七位不到十岁的幼童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仍在家户病房治疗中 发生意外的建筑 在当地被称为帆船屋 原本今年4月就要都更改建 只是还来不及拆除 就发生了坍塌意外 也让附近500户紧急撤离 而且纳布勒斯的消防队员 才刚忙完阳台坍塌意外 又因为糖果工厂的火灾紧急出动 这场大火烧毁了3600多瓶的厂房 还好无人受伤 相当罕见 这是北韩第10度的将垃圾气球 空飘到南韩 而且当中有气球 掉到了南韩龙山总统院区 一度触发了国安危机 所以南韩的生化小组紧急出动 索性经过了确认 气球里头没有危险污染物 但是南韩的警方 也抓到了三名的大陆留学生 跑到了釜山偷拍美国军舰 北韩第10度空飘垃圾气球 这次竟然飘到总统影席月 办公的龙山院区 生化小组紧急出动调查 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 正在监测是否还有其他 落在总统府的气球 距离上一次空飘垃圾气球 只隔了三天 可以看到南韩靠近边界的波州 地板上布满北韩气球内的纸屑 清洁人员忙着清理 这些来自北韩的垃圾 南韩为了反击 连续三天用大声攻 对北新站喊话 另外有三名大陆留学生 在釜山偷拍 美国罗斯福号军舰 遭到逮捕 这三名大陆留学生 年约30到40岁 他们共称 只处于好奇才会拍摄 但还是因为违反南韩军事法 遭到逮捕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追踪第一线的单元 在线上视讯访问的是 TVBS驻南韩的特约记者杨千豪 千豪您好 奥林姐和各位TVBS的观众 大家午安 好 千豪邀请教您 关于这个南韩第一夫人 金剑西是否耍特权呢 因为现在南韩最关注的就是 他先前收受了名牌的精品包 而且涉嫌炒股 这个案子呢 南韩的检方要调查 也传唤他 但是传出检察总长毫不知情 而且这个传唤的地点 不是在检察厅 而是由第一夫人来指定的 都听他的意见 所以引方了特权的争议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好 南韩第一夫人 金剑西在7月20号 接受检方长达12小时的 秘密传唤调查 而引发的轩然大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涉案 但接受调查 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怎么还会引发争议呢 那有很多问题 台湾和海外媒体 并没有说清楚 我们花时间来 带各位阅听众 好好的了解 这个金剑西目前涉入两个案子 第一个是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 被社局收受名牌包包的案件 第二个是大家比较不清楚的 德意志汽车公司的炒股案 这个德意志汽车公司 虽然名为德意志 却是一家韩国南韩本土的公司 专门在代理经销BMW汽车 这家公司在2019年被揭发 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 动员了包括大量的员工 还有外部的投资人士 总共有91人 共多达157个银行账户 展开庞大的内线交易 让这个德意志公司本身的股价 从原本的2000韩元涨到8000韩元 包括影席会总统的岳母 也就是金剑西的母亲 还有金剑西本人 一开始都被怀疑涉入其中 这个金剑西本人 他曾经就是这个德意志公司的理事 那检方还从另外一位 投资德意志公司的外部的 企业经营人的电脑当中 发现了一个名为金剑西 被命名为金剑西的Excel档案 疑似是在记录相关的金流往来 那金剑西的银行账户 也被发现 频繁的被用来从事 与德意志公司的相关交易 金剑西后来回应 是自己的银行账户被盗用 自己也因此亏了很多钱 所以也是受害者 但是这番说法 却难以让一般大众信服 这个炒股案的调查 至今已经三年多了 相关的涉案人士 目前一审都是被宣告有罪 但是南韩检方这三年多来 都没有对金剑西有任何的动作 直到现任的检查总长 李源时 在今年上任后 才表示要对此案 针对金剑西展开调查 那这回的秘密调查 就连检查总长本人 也都毫不知情 都是在事后才得知 这也引发很大的争议 虽然呢 检查总长并没有办法 对各个案件直接指挥或者是介入 但是呢 对像金剑西这样子的重大案件 最起码都应该知道 时程 比如说什么时候 在什么样的地点进行 那但是呢 这个下面的检察官 却直接的绕过 还是经由金剑西指定地点 就有特权的疑虑发生 我们之前连现实都有跟各位说明过 尹锡悦总统本人 以前就是检察官出身 还当过检察总长 那他自己很多的这个学校的前后辈 还有这个弟兄们 现在都还在检掉任职 所以呢 今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就必然会引来部分人士的质疑 这个妻子出事 有众多的不法疑惑被揭发开来 但是呢 担任总统的丈夫 以前是检察官 那是不是还能够对检掉 或者是整个司法体系 施加影响力呢 那如果是这样 调查是否能够确保独立和公正 就会被打上很大的问号 的确我刚刚前行为大家讨论到 是已经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相关的这个演进 好像很多的韩剧也都有提到 包括了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议题 就是这个财团 是否在买公司的时候涉嫌了 内线交易有没有炒股呢 金饭珠遭到了收押 这件事情又该怎么来看 请好 好 第一夫人金剑西 渗入了炒股争议之外 被称为南韩科技领域的创业神话 卡靠集团的创办人金饭珠 也因为被怀疑炒股 在前天被收押而震惊了南韩社会 我们在两年前连线时曾经讲过 在台湾大家最常使用的通讯应用城市是LINE 但是在南韩是CACO 这个南韩5000万人口当中 总共有4500万人在使用CACO 所以CACO被誉为国民的通讯城市 那也因为CACO拥有广大 庞大的规模的用户 所以呢 之后又衍生出很多的服务 比如说像是一般人看漫画 看网络漫画 或者是平常在路上叫计程车 还有网络银行要及时的支付结账 或者是这个服务要订餐 或者是剪头法要预约等等 在软体上面 卡靠已经占据了南韩民众 日常生活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呢 这回这个创办人金饭珠 涉入了这个炒股遗云 主要呢 这个CACO集团想要跨足娱乐产业有关 这个CACO集团下面 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娱乐公司了 那在去年年初 CACO还取得了这个SM公司 39%的股份 击退了竞争对手Hype 正式的入主SM公司 那这起事件一开始引发外界质疑 这个大企业垂直与垄断的争议 因为呢 CACO集团不只有许多的网络服务 那包括最大的这个音乐串流 还有下载网站 Mellon也被这个CACO给收购了 那所以呢 现在CACO有了网络服务 音乐还有娱乐公司 这样子的一条龙的产业链 很多人就担忧 打个比方 CACO以后会不会干脆 直接让SM的艺人的歌曲 或者是表演 强制止让这些艺人的歌曲 或表演 只在这个CACO旗下的服务平台上面 露面或曝光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 垄断竞争的情况发生 这引来大家非常多的疑虑 那南韩的公正交易委员会 相当于台湾的公平会 也因此要求CACO必须接受 不可有垄断与排挤 这个竞争对手的行为 以此为条件 来批准CACO收购SM公司的股份 但是呢 检方发现 早在CACO收购SM公司的一个月前 CACO内部相关的人士就出现 频繁的大量交易 让SM的股价升高 这个交易的额度高达 2400亿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60亿元 去年1月 这个SM公司的股价 每股是7.5万韩元 到2月初 这个Hype公司 表明要进场收购的时候 这个SM公司的股价 已经来到每股 11到13万韩元 那Hype本身 希望的收购的股价 是每股12万韩元 但是呢 到了2月 CACO要进场的时候 股价又突然升到 14.9万韩元 已经远远高出Hype的期望值 那最后呢 迫使Hype公司放弃收购SM 然后呢 由CACO来得标 那检方表示 针对这个问题呢 目前掌握的物证 已经显示 创办人金范珠 有亲自指使和动员 那为了要防止金范珠 灭证和逃亡 所以呢 向法院申请鞠票 最后呢 也获得批准 金范珠目前呢 否认所有的嫌疑 表示自己只有接到 下面员工的报告 知道CACO会购入 SM公司的股份 但是自己并不了解 具体的内容 也没有下达任何的指示 金范珠被收押后 昨天CACO旗下的 各个公司的股价都应声 下跌了3%到8% 总体的市值 蒸发了1.7兆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 425亿元 此前呢 这个CACO的投资 总括的代表 也被收押 后来呢 保释 现在都也在接受 调查当中 虽然你可以看到 被视为这个科技业 神话的代表人物 接连的陷入牢狱之灾 CACO呢 也处于这个核心经营层 空缺的状态 CACO呢 被誉为这个科技业的神话 而且呢 这个用户规模相当的庞大 但是呢 最近其实也有很多的 隐忧浮现 包括这个CACO的 应用程式的使用者 和下载的人数 多年来都高居南韩第一名 但是呢 去年被YouTube给超越 所以呢 业界也有人主张 这个CACO如果不持续的 在精进创新 和研发新的技术 只吃老本的话 未来发展迟早会 有局限 那原本CACO预计 今年大概从下半年开始呢 会继续的推动 AI相关的技术 和相关的服务 也预告呢 会有很多的投资计划 但如今碰到这个创办人 因为炒股而收押 可能都会因此受到推迟 南韩的科技神话 目前正面临着重大危机 的确刚刚前豪 详细的告诉大家 CACO这个通讯软体 对于南韩民众的重要性 那么他们的这个创办人 否认操纵股价 已经遭到了收押 不认错 接下来这一位的事件主角 也是如此 先前呢 在南韩首尔市中心 发生了九死车祸 那么现在南韩的国搜院 鉴定报告出炉了 就是驾驶的错 是驾驶过失 但是他本人说 他没有错 是车辆暴冲 那么这起案件呢 持续还在南韩引起关注 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你 请好 好 我们在7月初 有为大家报道过 这个首尔市中心 发生的大型车祸 造成九个人死亡 还有四人受伤 是近几年来 南韩最严重的车祸 经过将近三周的调查 南韩国家科学搜查研究院 调阅了周遭地区的监视器 还动用了3D扫描技术 来展开现场的搜证 同时呢也对事发的车辆事故 的记录装置展开精密的分析 最后发布了调查报告 判定为驾驶疏失 这个报告当中指出 68岁的这个肇事驾驶车先生 在事发前 他的足部一直都是在踩着油门 而且踩着这个油门的面积 达到九成 而且没有踩刹车 另外呢这个研究院也表示 车辆本身缺陷的可能性极低 研判是人为事故 车先生本人此前已经接受警方 三次的调查 他都坚称是车子暴冲 而且强调自己是有踩刹车的 而刹车却是僵硬的 而没有反应 所以才导致这个意外 但是呢警方表示 其实这个鉴定报告 竟然都已经出炉了 那方向都很已经很明确了 不会再展开其他的调查 目前正在考虑向法院申请拘票 那几天后就会决定 这个事件呢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有不少人在询问 会不会跟高龄驾驶有关 那对于高龄者 以后要开车 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规范 比如说增加安全讲习 或者是渐渐的次数等等的 也引发相当程度的讨论 也有人担心这个车辆暴冲的情形 是不是有在持续频繁的在出现 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细看南韩的 统计数据会发现 这些其实都是过度的担忧 我们先麻烦这个导播放出 你现在已经看到 这个左边的这个图表 根据南韩交通安全公团 近十年的统计数据 向警方报案 怀疑是车辆暴冲 所造成的这个事故建树 其实近几年已经有显著下滑了 你可以看到在2013年一整年 总共有139起 这个被怀疑为车辆暴冲的事故 但是呢2015年之后就明显已经减半了 一直维持到一直维持在大概50到60件左右 那最近这6年都是低于40件以下 所以呢实际上爆冲的问题 并没有如大家所担心的在不断在增加 并不是如此的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表 我们来看这个案件的这个 被怀疑说是这个爆冲事故的肇事者 肇事的车主的年龄层的分布 也显现说和外界刻板印象很不一样的结果 这些被怀疑为爆冲的车祸事故 总共有5成6的车主年龄都是在50岁以下 我想这样子的数据应该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但是也因为这起发生在首尔市中心的这个车祸 激起的众人对于交通事故 特别是驾驶问题 还有车辆爆冲的意外的关心 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了这个业者动起的商机 南韩的连锁便利超商业者 EMOT24也在本周宣布 直接在便利超商内贩售行车记录器 所以呢往后南韩民众不需要网购 也不用再多跑这个跑一趟这个汽车用品店 能够很轻易的就能够在便利商店内 购买和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 以后呢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 都能够留下影像记录 让事后的音域更为简便 今天非常谢谢钱豪 带大家来看看第一夫人 南韩第一夫人惹出的争议 还有包括在南韩的行车安全 谢谢钱豪 谢谢我们下周见 大家新闻现场一起来关注凯米台风的灾情 这是走水溪流域的彰化大城乡 已经有4000多人紧急撤离家园 因为好与存灾 当地民众说在当地住了十多年 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灾情 还有水位淹到了胸口 消防队员必须搭乘主罚 去救人 就算外头风雨持续不停 但撤离的动作一刻都不能等 这处空旷的民宅水 都已经淹没到救难人员的胸口 快要接近一层楼高 民众戴着防护帽 身穿救生衣 小心翼翼从梯子往下爬 救难人员为了抵达现场 还是搭着竹筏 才能疏散居民 民宅靠近浊水溪报案后 救难人员想尽办法挺进 因为这溪水暴涨的情况 十年未见 十多年未见得这么大的水 这是流水银 用的方法 就怕窥提 居民开着货车到堤防附近查看 结果发现是这个缺口 吸水的暴涨不断从这流进来 大量的垃圾和水网低处流 一旁的电线杆似乎地基没了 歪成这副模样 民众非常担心真的窥提了 那该怎么办 凯米台风替中部带来丰沛雨量 附近大城乡的六个村落 超过四千位居民被紧急撤离 警方和国军也加入侧村的任务 彰化县长王惠美也到堤防这 风雨和不听话的轻便雨衣 几度打断他的讲话 县长一声令下 所有人全部动起来 挖土机将一个一个太空包 放在堤防的周边 加强防水能力 由于台风碰到大潮 就怕沟寸里面的水越来越高 县府团队紧急阴影 只希望这风雨快点变小 TV新闻陈志忠彰化报道 那么再来看看花莲的这起意外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次的台风在花莲 刮起了14级的暴风 画面上你看到这影像 在花莲市区吹行了铁皮屋顶 当时顶楼家开的女儿墙裂开 就往下砸 砸中了一辆汽车 车内富人不幸死亡 7岁的儿子重伤 现在外界在究责 租用大楼的美轮饭店业者 有什么样的说法 狂风呼呼吹 顶楼铁皮整片掀开 石砖造的女儿墙 也不敌墙风侵袭 吹枝掉落 砸的一声 砸中正下方的白色轿车 车身巨烈摇晃 零件玻璃瞬间喷飞 第一时间驾驶踩油门往前开 震碎的车壳还留在原地 后座的妻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7岁的儿子命为松医 当时我在房间的时候 就是突然听到楼下有巨响 然后我就往窗户外面看 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 然后那时候就立马冲下去 帮忙救人 小孩就是肚子稍微就是 类似像抽筋 那个女生的话 就是没什么生命技巧 目击民众是刚搬来对面 半年的住户 24号傍晚5点半左右 花莲市区中心路上 刮起14级强震风 六层楼高的女儿墙不堪负荷 砸中底下白车的后车厢 热心民众冲上前帮忙 协助母子脱困 45岁的高姓妇人 送往慈禁医院 还是回天乏术 7岁的儿子重伤 一时不轻 目前还在小儿加护病房 尚未脱离险境 女儿墙掉落大楼 是每轮饭店租来当员工宿舍 新屋主12年前买下这栋建筑 当时顶楼加盖就已经存在 事发当下饭店协理 前往医院维稳家属 我有留相关电话跟资料 跟医院的医务人员说 有相关需要我帮助 协助的麻烦都找我 20小时都会打掉 顶楼加盖平常并没有使用 似乎是年久失收被吹垮 饭店强调会持续联系家属 医药费的部分也会主动协助 女儿墙不敌开米墙风掉落 也导致一家三口一死一伤 天人永隔 T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看到当时影像也来追踪 负责开车的是爸爸 他的工作室原家中心的督导 死者是一名门诺医院的护理师 因为台风来了 当天医院下午的门诊停诊 随他回家之后 一家三口傍晚开车出门采买 当时车停不到一秒钟 就砸下了女儿墙 发生了汗事 那么现在大家也关心 未来这一家口的经济支柱 我们实际爬上了美轮饭店宿舍 隔壁大楼的屋顶 可以看到这个顶家铁皮 是完全承受不住 昨天晚间的狂风bug 因而掀起来砸向了女儿墙 让女儿墙倒塌 从六楼砸到一楼 发生了汗事 一块石砖震碎 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时驾驶马姓男子 左脚缠纱布 右手拿雨伞当拐杖 一搏一搏现身排出所 回响事发经过男童爸爸 声音颤抖 说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其他家属也形同发文写下 上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就发生不幸 强调家人绝对不是台风天出门玩 这一家人是布农族人 爸爸是原家中心的督导 妈妈则是门诺医院的门诊护理师 已经有八年资历一线人员 台风天冒风雨上班 当天下午门诊停诊 十二点半下班 傍晚一家三口开车 去附近超商买东西 却再也无法一起回家 现在因为脑 然后可破掉 现在还要插管 现在等那个 把里面清除 现在这三天是危机实现 七岁男童才刚要上小一 家属说他个性活泼坏象 全家感情好 爸爸都会带儿子接送妈妈上下班 事发现场屋顶的铁皮 还是摇摇欲坠 是不是违建还要等建管单位确诊 无奈憾事已经发生 县副表示会替伤亡者争取最大补助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奇迹出现 南童能平安渡过难关 T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的最新动态 先带你来看看 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鲁赞科夫 这回是接受了北韩外交部的邀请 已经抵达平壤访问 这是北韩官媒的报道 北韩热衷于加强对白俄罗斯的关系 开启新纪元 所以北韩与白俄罗斯 都是俄罗斯的盟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会晤过了俄罗斯总统普钦 那个时候他提出一个想法 可以考虑推动俄罗斯 白俄罗斯以及北韩的三方合作方案 所以后来 北韩以及白俄罗斯的高层 持续的交流深化关系 这回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预计在北韩停留4天 与北韩外长崔善基会谈 所以外界也推测了 崔善基可能因此缺席 27号将在辽国登场的东协外长会议 我们再看到这是越南总书记软富仲 在7月19号下午病逝 享受80岁 越南当地从25号开始 一连展开两天的国葬 调研仪式是在越南河内市的 国家殡议馆举行 26号在梅多公墓安葬 那么两天的国葬期间 越南全国政府机关与公共场所 将半旗之哀 暂停所有的娱乐活动 阮富仲从2011年起 担任越共总书记 在位13年的期间 越南政府是以灵活的外交手段 在美国 大陆 俄罗斯等大国之间 求取平衡 国际能见度大幅提升 目前预计到场调研的各国代表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特使菅义伟 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等人 居家财经类股的观察 这是美股 美国的科技类股集体暴跌 标普500指数 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创下了两年来最差的表现 那么关键就是特斯拉 以及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业绩不够亮眼 遭到抛售 拖累美股 我们先从汽车销量来看 由于现在电动车的销量是下降的 特斯拉第二季的获利 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 所以导致股价下挫超过12% Alphabet也重挫超过5% 那么投资人很关注的台积电ADR 也大跌5.9% AIA晶片龙头灰达的股价 重挫将近7% 所以从这个月的10号开始算起 其实在美股的科技七大巨头的市值 已经蒸发1.7兆美元 再加上降息的讯号越喊越大声 所以在华尔街的投资人 再度对于大型科技类股 抱持着审慎的态度 所以我们一看到 是标普500指数下挫超过2% 这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 最大的跌幅 那么回到国内 一起来看看彰化的灾情 两名保全是在台风天 坚守岗位 要负责去查看水情 但是最后受困在湍急的溪水里 怪手出动救援 往西床的方向开 因为西周上两名受困者待救 从受困者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 这是河川书郡典 他们留守要看管机械 还要随时查探回报水情 清晨4点多 两人开着小怪手查探 但是溪水暴涨困住了 就怕水还会继续淹上来 赶紧求救 雨还不停的下 消防队出动人员也带了救生艇 不过水流湍急不是河下船 再看看环境 决定用书郡公司的大怪手 去搭救小怪手上的两个人 两个人是第四河川局 书郡外包商的保全 留守勘察反而受困 还好便会受伤 他们趁着闪坐在大怪手的后方 顺利返回岸边脱困 两人被救了回来 并没有受伤 不用就医 忙忙吸水中 他们被吸水围困 眼见吸水不断上涨 自己显得很渺小 还好有惊无险 平安归来 台风天在庙宇也出现了灾情 这是高雄骑山的地标 既公巷都泡在水里 包括像是广场以及庙堂大厅都泡水 还有当地的几座桥也已经紧急封闭 高雄骑山知名庙宇凤山寺 地标既公巷的下方广场 看过去一片汪洋 当地信仰中心也饱受水患之苦 深度淹过半个机车轮胎 甚至蔓延到庙里 庙方一早开直播 呼吁信仲和志工千万别出门 中台凯米在中南部降下超大豪雨 高雄骑山被列为淹水一级警戒区 由于骑山溪上游暴涨 水位超过警戒值 新骑尾桥25号凌晨4点半 预警性封闭 骑山桥清晨6点全面禁止通行 滚滚洪水夹带泥沙 逐渐逼近桥面 让人触目惊心 工作人员一早就拉起封锁线 有民众不知道桥被封 出门采买后却无法原路折返 高工局呼吁用路人 改走中华路 骑南二路 骑平路等 替代道路确保安全 我们四点没车到现在 小区我们这里放通用 他这没车 通往骑山的道路暂时封闭 必须等到水位下降半个小时过后 才能放行 当地民众担心 这波豪大雨来势汹汹 向极了15年前的八八风灾 只能祈求老天保佑 别酿成严重灾情 TVB新闻 宋佩文 埃昭贤 高雄报道 看到墙台台米的影响 现在即便是减弱变成中台 但是的确也打乱了汉光演习 部分的国军军力投入了防灾整备 所以现在的防灾的相关的演练也在持续 演习的规模也缩小 第三天的汉光演习是在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 演练反特攻 外岛的澎湖以及马祖 实施昼夜不间断的实弹射击 简是平日的训练成果 狂风暴雨夜 宪兵部队和后备昭元接力堆沙包 不过目的并非防台 台米台风来袭 不过宪兵的桥坠检管 实兵演习依然维持进行 概念其实跟前一天滑醉桥的桥梁组绝类似 用意是要防止敌军 小部队在夜间发起特攻 因为富北地下道的南向 是往台北市区 而北向则是往国防部 穿着数位迷彩服的现役官士兵 和退役弟兄长后一体 攜手辖区警力位数中枢 北向车道的出口化为阻绝阵地 枪声再次响起 车车兵往前 往前 在夜员前进行 右盪转动站 授起后期资源 各种交战的可能状况 都设法纳入演练 官方情境想定 当潜伏的敌军特工人员 驾驶自小克从台北市区 沿着主要干道 强闯军方设下的中层防线 阵地结合增援兵力 全力挡下突袭 如果国防部实施是所谓的中层组间 那应该就是主要的防御的对象 是要对国防部还有国防部后面的横山指挥所 实施防御 在这个时候 当共军以空中机动作战 要尝试夺取松山机场的时候 确实很可能派遣特战部队 或者是潜伏的人员 同时朝这个复兴北路的地下道 南北两端发动攻击 它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控制 这个复兴北路地下道 以免我方借由 报过这个复兴北路地下道的方式 造成上方这个松山机场 跑到大面积的塌陷 不过演练的场景 包括防御阵地的设计 还有部队的防御方向 说不定可以再讲究一点 地点正上方就是松山机场 不过原定的反激将操演 碰上台风轿局 两者是否彼此联动 在这次汉光演习中 无法获得证实 而防卫想定是否合乎现实 似乎也有讨论空间 大直路 或者是从建坛 登山步道 各方面来讲 都可以接近到国防部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次的演习 大概应该是 要展现一个动员的力量 如果演习结束 应该是好好去检讨 他有哪些接近路线 他会采取哪些手段 可能这些都要把他 做样态制的分析出来 为了强化防卫思维 和能力 国军漏叶练兵 汉光40号进入第三天 暂时不受风雨影响的地区 跟科目一令执行 摩黑整备扶小炮机 马祖南竿的炮兵部队 启动155中炮 对海面可能来犯船只 展开航道封锁 各地演训在24小时内 此起彼落 夜间科目从实际状况所见 比重明显增加 担心扰民更务实强军 在国际间先后发生了 污恶跟以哈冲突 国军高层心中的权衡 如今显而易见 我不能因为说 晚上我就要休息 那敌人不见得会休息 所以我觉得这次演习 是对的好 也就是我们讲的 把昼夜连起来 接近实际战场状况的 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 我可能在夜间很疲惫 可能又在又冷又饿 或者是甚至在大雨当中 我可能都要进行 相关的一个反击作为 炮火不畏风雨 但是作战人员难敌剧烈天后 特别是海上空中兵力 不能不看老天的脸色 截至24号白天 第二第三作战区 因为位于凯米台风 暴风路径内 机场药缸等地的操演 不得不取消 随着风雨逐渐增强 中南部原定 由总统世道的布雷操演 或是军民合力整部 也只能被搁置 好 不是所有的部队都会去预制兵力 除了特战部队 工兵部队 或是有些大型的机具 他要先抢进 这个所谓的 潜市区 做预制兵力 或协助地方政府 撤离人员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的 国军单位的防台 也都是在 自己的驻地来实施 暂时抗敌停时救灾 但不等于官士兵 必须就地换装 为地方政府所用 正常的流程 如果演训一令中止 部队第一要务 是启动防台 后续调整装备 跟兵力编组 才待命投身災区 演训期间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实施3A行政训任务 那么总共有18天的期间 周一到三个台风警报 我们当时已经 预划好相关的作为 一旦我所处的 的县市 进入了海上台风警报 或是陆上台风警报 范围的时候 那么我就要先到哪里实施防台 或是我 这时候离这个驻地 比较近的时候 我就直接回到驻地 去实施防台 警报解除之后 那么我们再按照 地方政府提出的申请 来派遣兵力支援 演习视同作战 旧灾亦然 毕竟眼前的狂风暴雨 比敌军威胁更真实 也更直接 TVB的新闻 罗师鹏 叶月甫综合报道